我們主要是把這個函數部分把它完成 那個路接到 當然我們是把它拆分成1 2 3個步驟 OK 那最後當然如果你想要把它整個一個步驟完成的話 你可以把後面這兩個公式 直接再放到這個me的函數裡面 不過相對的會比較複雜 我們在那個講義裡面放的就是比較完整的那個公式 不過就看各位啦 如果說加碼你覺得你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把後面兩個公式再放進來 那會很長一串 那記得要貼的話也不能貼錯 或者的話你一貼錯 那整個應該就完全是錯誤 不過其實基本上只要掌握幾個要訣 因為這個h2 那其實就是把h2的這個公式貼到這邊跟這邊 然後這個h2是這個 然後再把i2的公式貼到這個地方來 基本上就OK啦 那只是說可能貼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我們已經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需要再完成我們的圖報表物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第2、3頁的地方 如果我今天要統計出哪一區的切單件最多的話 那一樣就插入那個蘇納分析表 那第一個呢 一樣把這個範圍取得之後的話按個確定 再來的話哪一區 那你會發現哪一區 你就把這個區拖拉到列標籤 然後再把什麼哪一區的區 的資料呢 再拖拉一次到值 OK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哪一區的數量 通通加總在一起 那特別是因為那個區的這個資料 裡面是放文字 所以你把它拖拉過來之後 它這邊會是計數 就是算裡面有幾個 也就是說出現區的總總數量是多少 那最後的話當然我們可以用排區的方式 哪一個地方資安最差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可以把優標放在B4 然後再按那個這個力道 我們由大到小 我們就大的放上面 小的放下面的話 那由大到小 按力道A OK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就幫我排序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 當然資安相對的 切單件比較多的 相對的是中山區 士林區跟萬華區 OK 那比較少的話 是文山區 南港區跟大同區 OK 如果以這個資料來看的話 不過其實你說這個資料到底 精不精確 準不準確 或者是是不是值得參考 其實當然有一定的可以參考 當然不是說只是看這個資料 其實還要看其他資料 我覺得最後你還是要再加上什麼 那之前就有學生說 老師是不是應該看一下那個人口密度 或者是人口的比例 對不對 因為那個建數是說 如果那一區 比如中山區 他人口是非常多的 那出現那個 住宅的切單 相對是多的是 應該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相對多 人數多 但是呢 他切單案件是少的話 那當然是 治安是相對是好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再查一下 那個 就是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呢 也會有那個人口密度的 在政府 你其實Google一下 開放資料裡面就有了 那你就再把那個什麼 政府的那個人口密度部分加進來 你會發現 相對的其實 南港區雖然看起來好像切單少了 可是他因為人口也少 所以比較起來 其實治安並不是相對的 並不是說 就是如這個地方看到的比較少 因為 當然你可能要先把所有的人口也考慮進去 OK 那如果最後呢 我們只是簡單的 希望什麼 把那個最後的切單案件 如果這個數量 讓我們可以看出來的話 那其實可以再加一個直條 那你可以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很快 他就把直條圖顯示出來 那當然最後請多一個字型怎麼樣 在針對這個直條圖 把他拖拉一下 讓他分布一下 那這邊圖力其實可以把它拿掉 因為這個圖力其實不太需要 把圖力 delete 掉 然後上面的標題 也許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叫做各區的那個什麼 比如說切到按鍵統計之類的 比如說這邊的話 可以給一個標題 各區切到按鍵統計 數量統計之類的 OK 然後把這個標題讓他呈現出來 這樣就OK 那最後當然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你也可以把這個圖按右鍵 甚至你假設放在這邊 感覺太擁擠的話 因為我這邊解釋太低了 所以其實你另外按右鍵 你可以移到圖表 移動圖表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移動圖表 那甚至你可以把它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比如說你另外再獨立出一個 像我這邊把它放到一個新的圖表 這樣看起來會相對會比較清爽 不會說跟那個 我們剛剛宋的分析表放在一起 它就會另外再幫你 產生一個叫CHAE的一個工作表 OK 它的資料在這裡 把它兩個分開來 那當然呢 最後的話 其實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除了說我想要統計的 除了說各個區 它的數量之外 那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我改成第24頁 講義裡面24頁裡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 像這個地方是各區的數量 23頁的數量 那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百分比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那個第24頁的 這個資料裡面 本來是數量 我如果希望把它改成百分比 並且用一個所謂的圓形圖 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呢 讓它旁邊有個圖力 並且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把那個 切帶安線最多的中山區 可以把它分出來 分列出來的話 上面的各區住宅 切帶安線比例 有沒有 這個標題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今天 不是要什麼 這個數量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那怎麼樣把它改成百分比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把什麼呢 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希望 預設當然是數量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特別注意 假設你要把它改百分比 一一樣到值的欄位設定裡面找 第二的話呢 可以注意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在值的顯示方式 本來是 摘要方式嘛 項目各處 如果你要把這個地方 改成百分比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請你注意 把摘要的方式 改成隔壁這個 叫值的顯示方式 也就是說 你今天希望讓它顯示成 一般的話 不是它的數量 可是我不是要顯示為數量 而是顯示為什麼 叫做 全部的百分比 這邊有辦法特別注意 應該叫什麼 叫做 總和百分比 也就是全部TOTAL 加在一起 然後呢 幫我算一下 各個區 它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喔 總和百分比 我記得好像不同版本 有時候那個名稱 有 有 其實好像是 總計百分比 還是什麼 好像有那個 總計嘛 那我這邊是總和 那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那只是翻譯的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你找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這邊要總和 你這邊可能要總計 總和 應該沒影響 OK 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發現呢 它就會幫我把那個 顯示的方式 就變成百分比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強調的是 總總TOTAL的 佔的百分比是多少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剛剛講喔 就是直接點這邊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值的欄位設定 值的顯示方式 把原來的一般 改成叫總和百分比 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就 會自動幫我顯示出 它的佔比是多少 那並且會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如果呢你也不要小數點的第二位 如果你不要的話 當然一樣你可以用常用裡面 把那個小數點位數看你要增加還是減少 OK 那把它取到整數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畫成圖表的話 剛剛是畫直條圖 可是我現在假設不要直條 我要圓形圖的話 並且跟早上那個一樣 我希望那個最佔比率最高的 可以把它分裂出去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一一樣的樞紐分析圖 二的話呢找到那個圓形圖 三的話按確定就可以了 OK 那這時候大家會顯示出來 不過我圓形圖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圓形圖部分 必須還要多做一些事情 那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有時候 你用那個圓形圖來表示 整體的比例的話 真的其實還蠻有效果的 我覺得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而且相當直覺 比起你用那個 像這個數字看起來真的還是要 它是會轉一下 但是圖的話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一樣就是把那個 這個圖改成所有的圓形 二的話呢 請你在我這邊叫版面配置 那你們找一下你們那邊 資料標籤一樣叫終點外側 OK 然後在這個資料標籤上方按右鍵 把它改成資料標籤格式 那我這邊的話呢 把它的值取消 把一樣百分比跟那個 類別名稱打勾按確定 讓它顯示出 各區的所佔的比重 那最後的話呢 請你在把什麼 把那個各區 它的那個 比如說中山區 把它往外稍微拉一點點 讓它凸顯說哪一區的 這個切換線最多 所以哦 特別注意 那怎麼把它這個中山區 把它拉出去 我前面講的 一 先點 應該點兩下 點兩下 一 二 點兩下 第一下是整個選曲 那個圓形圖 第二下是選中山區 第三的話 就把它按住不要放 往外拉 這樣的話呢 中山區就可以把它拉出來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那個 本來一個直條圖 改成那個圓形圖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OK 那 這個是有關區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希望怎麼樣 再來就是說 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路階道的這個欄位 我要想要知道說 到底那個切換線最高的 這邊我是把那個最高的 這個 前十名好了 因為其實 這個路階道 它這個 街道 數量 可能上百條吧 OK 那 如果說我只要留下什麼 留下前十個的話 然後並且把那個數量最高的 把它列出來 那這張也是這樣 第一個 插入那個數量分析表 第二的話呢 範圍選取 按確定 再來的話 一樣呢 把那個路階道 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路階道 拖拉到直 OK 不過好像有一些 不正確的資料 好像也會跑出來 不過是它 這個比較後面 這個數量 然後再來 多的在上面 少在下面 所以列到A OK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呢 顯示出來呢 它會幫我列出這麼多 大概上百條的 這個路階道 有路有街有 好像還有一些錯誤 可能要再找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只希望什麼 留下那個 最高的那十條道路 其他不要的話 那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 利用篩選功能 前面好像有用過類似的 就是點選什麼 列標籤的 右邊這個箭頭 然後呢 值得篩選 你可以用什麼 前十下 那就剛好十下 按確定就可以了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前十下 的結果 列在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可以針對 這十下呢 再去 會是 這個樞紐分析圖 OK 比如說我今天 答案叫數量 樞紐分析圖 當然最簡單的 你可以用直條圖好了 就可以把這個 數量的結果 把它 輸出成一個圖 你可以看出來 你最最最最最最差的那個 那個 這個圖裡也可以拿掉 上方的話呢 請各位自行在 輸入也許叫什麼 這個這個 這個什麼 路街這個 街道的那個 住宅竊道的 前十名統計 之類的統計表 然後你可以看出來 第一名的話 是 中山北路 應該也不意外 因為那邊其實好像 蠻多那個 特 特 呃 現在 沒有了 OK 然後 前一陣子好像 還有什麼 好樂迪還是什麼 錢櫃 好像失火吧 好像是不是也在這 是寒民生北 所以啊 住宅竊道的狀況 最多 那當然你可以啊 在這個地方 去把它 再 再把它 稍微 稍微再繪製一個 簡單的一個 這個 切照圖啦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有關什麼 什麼 什麼時間 那時間我想 這個也 雷同 所以第26月這部分的 什麼時間發生 切照面最多 我想 這個請各位自行 再練習一下 也許可以 除了是數量之外 還有佔百分比多少 那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切照的時間 最多的 好像就是 剛好你下班 你上班之後 有沒有 大概到10點 12點 12點到 這個 下午2點 你看到 你上班之後 那另外的話 最當然就是說 你睡著之後 有沒有 所以住宅切照 假設啊 你希望 這個時間點 假設 不希望有發生切照案件的話 那基本上 你可以也許 做一些防範 那最後的話 我們28月 有個所謂的 區跟時間的交叉分析 那所謂的交叉分析 就是說 也許我們可以 把所謂的那個 區 放在哪裡呢 區放在列的標籤 所以把區放在列的標籤 OK 然後呢 可以把路接到 應該時間 所以把路接到這個 刪除 刪除的話 你可以把它往上拉 往上拉 的話呢 它會有個叉叉 表示它刪除掉 有沒有 然後再把時間 發生的 發生時段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藍的位置 OK 那你可以發現喔 它就會馬上幫我 畫出一個 一個圖啦 如果你會把這個圖 按右鍵 把它移動到 那個 移動圖表 移動到一個 新的工作表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在 那一區裡面的 每一個時段 哇 它都畫好多 數量的時段 但問題來了 這個數量的時段 它有個麻煩 地方就是說 哇 它這樣看起來很荒 你光看這個圖 所以最好是什麼呢 你可以 把這個圖 再換一下 比如說 你想要強調什麼 強調每一區 的每個時段 它的 發生的比例的話 比例的話 一般是想要用直條 比例上用圓形圖 可是如果說 我先用數量的話 是直條 可是 如果我希望 又可以顯示 直條圖的數量 又可以顯示 它的比例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 按右鍵 變更圖表類型 如果你希望 有那個複合的效果的話 要不你可以試試看 用什麼 用那個所謂的 百分比對疊圖 什麼叫百分比對 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直條圖 但是直條圖裡面 又有像圓形圖的比例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各個時段的比例 也會出現 就是在一個長條狀裡面 到底它的佔比多少 它會顯示出來 如果說 假設 這個是比較強調的是 它的佔比 每一區的佔比 那如果說 你希望 各區的數量 也能夠顯示出來 甚至 你可以把它 再變更 圖表類型 可以把它改成 所謂的堆疊 不是百分比 隔壁有一個叫什麼 堆疊直條圖 堆疊直條圖 就比較是什麼 它又能夠呈現它的數量 但是又能夠呈現它的比例 最後當然呢 比例部分因為有圖裡 所以最後請你把板面配置 再加上圖裡 那圖裡的話 也許可以把它放在哪裡 放上面好了 在哪個地方 在上方顯示圖裡 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出 不同的顏色 所代表的時段 這是多少 你可以看出 哪一區 在什麼時間點 發生切答案件 是最多的 比例中 這個顏色可以去比對一下 有沒有 就可以清楚知道說 這個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是用那個 按右鍵 變更圖表類型 要不就是你用什麼 這個 百分比堆疊圖 這個是比較強調 各區的那個 竊道時段的 所謂的那個 這個這個 它的那個 百分比 等於是一整個長條 有點像 所佔比是百分之一百 那每個時段呢 所佔的 哪個多哪個少 其實也可以 很清楚的看出來 如果說你想要 又強調那個數量的話 或許你可以再按右鍵 變更那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呢 堆疊直條圖 OK 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覺得 這個堆疊直條圖 跟百分比堆疊直條圖 有點像是把那個 直條圖跟圓形圖 把它二合為一 又可以強調比例 又可以強調數量 所以這個什麼時候 比較恰當 我想這個可能要 大家再想想看 針對不同的狀況 你可以馬上呈現出你想要呈現的 把數量圖像化 因為圖像化基本上 還是比起你直接看數字 來個直覺 所以現在一般 如果你給人家看一堆的數字 表明把它畫成圖 OK 那至於要畫成什麼樣的圖 比較恰當 可能你還是要再揣摩一下 OK 這邊的話請各位 再試一下 有關這個 第28頁的部分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 我想大致上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圖的部分 要不就是 產生各區的切照統計 然後呢 時段我想請各位自行再 把它繪製 再來的話 就是 這個第28頁的那個 區和時間的交差分析 OK 那這個大概 我們這一題就先到這邊 所以最後記得把它存檔 如果存檔記得 它一樣會跳出格式 所以這個地方 你肯定要另存新檔 記得一定要還是把它存成 Excel活業物 因為 它預設是CSV 這個CSV其實是從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平台裡面去抓的 所以其實如果 各位 想要在 實在是找不出練習的 資料的話 或許你可以 Google一下 打那個開放資料 其實就一堆資料 像那個現在政府 機關開放的資料 之前查大概就已經快到 快到多少種 快到那個 5萬種了 開放資料 台灣在開放資料上面 其實做的也還蠻多的 有沒有 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如果你要最新的 還有像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好 那這邊的話 總total 你可以找一下 我看八成的資料 都是跟CSV檔有點關係 然後你們可以從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去找到相關的 可以練習的資料 OK 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接著去來看 那個下一道練習題 我們再來就看那個 通訊產品統計的原始檔 這個部分 所以待會請各位 再幫我開啟 這個通訊產品 這個原始檔部分 好